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919台风对南部所造成的灾情 国防部各级部队在有效率的统一动员协助之下 协助我们南部高雄屏东台南等地的灾情救灾 还有灾后附近的工作 我一定要向国防部表示我个人最高的敬意跟肯定 这点一定要在我们委员会里面列入记录 我想今天的主席我们廖宛如廖委员 他一定很同意 所以他非常同意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对国防部表示最佳的肯定 谢谢委员 我还是要请教部长 我们灾防法修法之后 台湾现在每一年每一年不管是台风水灾或者是地震 每一年几乎都有灾情 每一年这已经是一个我们不可抗拒的天然灾害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国防部有没有考虑到 救灾这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会不会长此以往影响到我们国军部队 未来整个国军部队的动员跟备战人力 会不会因此或者是战训都受到影响 都受到影响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 国防部有什么样的方案没有 谢谢委员提出这样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地球暖化以后 世界各国都面对这样一个天然灾害都不能够避免 那么根据这个人道救援的方式 这个原则 世界上各国的这个常备部队 几乎都不能够避免要参与这项活动 那么有些国家可能还要参加国际的救援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面对了这个未来精粹案 国军的总兵力还会再继续的减少 可是天然灾害会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一次非常感谢大院 在灾防法里面做了一些修正 让我们将来可以在有效的时间里面 去运用这个教招的部队 就是考虑到 常备部队如果利用不待的时候 在特定的时间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教招的部队 来协助地方来救灾 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常备部队的任务 可以执行它原来的年度 规划内的战训本物 那么我们另外想到 可能这些后备的部队也不能够满足这些任务 但为了让我们的国军的部队 既然要执行这样一个天然灾害 又不要浪费我们的演训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以这一次919的台风的状况 当港山地区遭受很严重的海水倒灌 或者是一个豪雨的成灾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运用了北部作战区 以及中部作战区的部队 那么这样子运用我们的这个部队 就是把部队做一个弹性的调整 也是一项另外一种演训 我们平常的这一个 所做的汉管演习也好 其他的演训也好 也是要这样子部队调整跟调整 所以本席是这样子看 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教招训练后备 那么国防部有没有在规划 强化我们目前的后备系统 让整个后备系统未来成为 应变救灾的主力 应变救灾主力 除了未来这个我们在 教招的过程当中给他们训练 一旦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如果说在某种程度 我们训练一批后备部队 专门是针对救灾的 可以投入救灾 可以立刻召集救灾的 然后通过我们的后备系统 有没有这样子的思考 就更明确化 这个思维我们没有考虑过 可是考虑到将来这个部队的 他的这个人事维持 人为废的维持 他的装备机具 是不是能够到达这样的 会不会造成我们其他国防的开支 我们必须要 评估过没有 有评估 有评估 是不是有这样的 您刚提到的 您刚提到这个金春 我后面还要给您请教 就前面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本系是这样认为 后备动员系统 其实一向都是我们最重要的 未来 一旦有战争发生 后备系统 马上就要动员起来 平常后备动员系统 也是我们一股安定的力量 所以 不管未来怎么规划 我还是建议 后备系统一定要强化 向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这一个 灾亡法的修正 限制在这个教招的单位 并没有考虑到 这个不急于 所谓的这个教招的部分 那个东西 法师随时会修 现在就说 国军这里 如果说未来的救灾 你觉得不影响到 我们常备兵 不需要我们牧场的战 战备或战训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觉得未来 这已经常态化的灾情 很可能每年都遇到这个问题 可能一年还遇到两次或三次 我想对国王部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外面也有不同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 也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国王部是两难 所以我在这里 在建议部长 这次做的真的不错 我非常肯定 所以是不是思考一下 后备部队 后备系统能够强化 后备的力量 第二个呢 其他国家 像日本 他们有一支 专门救灾应变的部队 建立了一个专门应变救灾的部队 就这个部队 人数2000到3000人 专门就是训练 作为紧急应变 或者是救灾的 国王部有没有这个思考 如果不足的话 我们再动员我们的后备兵力 现在我们就在考虑到 整个国家的财政 整个精粹案 还有财政的情况 对对 现在问题有这么多的 有没有这么多的这个 国家的财力来支应 再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队放在里 我想这都是要通盘考量 这个要赶快考量 因为我今天要请教您 在您的报告第九页 你们都提到了 精粹案兵力结构调整案 将在明年一月一号开始执行 是不是 然后规划在民国103年底以前完成 本席记得精粹案 媒体报道出来之后 我们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 要请国防部做报告 在今年6月30号 本委员会还做成以下的决议 要求在今年中 就是6月30号以前 要向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 就募兵制下兵力结构调整 就是精粹案 做一个详实的报告 然后那个时候呢 说没有定案 没有完成 所以不便来做报告 那现在在您的报告里面又说 明年就开始执行了 这个整个案子已经定案了 可是并没有遵照委员会当初的规定 我这里特别要提出来 部长 这个相关的幕僚 相关的幕僚 一直在问 本席在追问精粹案 因为觉得这个案子太重要了 如果说 有考虑到以上这些问题的话 那精粹案是怎么定案的 我在这里要特别请我们 造仁律师造的市长 请你上来 怎么定案的 委员会做的决议 没有遵照委员会的决议 你要说一下 报委员 我请这个 林市长 海军长师 他原来是战归师的市长 先给您做个报告 他这个定案的状况 好 委员您说的非常正确 原来有一个决议 6月30号之前 要向大院报告 后来我们因为有些局部的调整 没定案 我们就向提案委员 周首逊 周委员报告 我们也向招委报告 我们也正式发了个函 我们的报告也写好了 准备在这个会期 做一个正式的报告 给您报告以上的这些 作业的程序 这个案子都已经定案 明天1月1号事情了 怎么做报告 而且刚刚本席提到了 你们听吹案 这个案子 其实是在国防委员会 尤其本席是非常关注的案子 我已经就这个案子 我已经咨询过好多次 我在询问的时候 包括私下 你们都告诉我 没有定案 但是如果一旦定案的时候 你们没有通知我 也没有跟我报告过 所以刚刚我在跟 部长询问的时候 刚所提的救灾的问题 你们当初在规划精确啊 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你将来 将来你的后辈是 后辈都不见了 怎么处理 将来怎么动员 然后呢 我们兵力不断的在裁减 是不是 所以每年很吃力 我知道救灾很吃力 又要维持我们的战备 又要去救灾 然后民间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需求 现在变成是 已经有人告诉我说 现在好 所有人都觉得高包地方政府 一碰到灾情都找国防部 就对了 统统挑给国防部 那将来国防部 你在预算 在兵力规模 你在战军 都能够符合他的要求吗 他们的期望吗 都能够做得到吗 如果不行的话 要提出来 要提出来 委员会讨论 也要向行政院反映 真的的话 就要提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每一年都会碰到 可能未来两三年之内 两岸不开战 可是可能会碰到一些天然灾害 国军部队还是要扮演 很重要的救灾的角色 市长 是不是 是 报委员跟委员报告 考量到资源也有限 任务也很庞大 这个非常的艰巨 所以我们这些政策 希望我们尽量能够做到说 我们的部队平时能救灾 暂时能作战 这是最高的境界 当然了 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来去做 但是以目前现在 在整个的资源状况来下 我们专门培养一个 只做一个专业性的救灾的 一个部队 不是 本席的意思不是说 一定要你这么做 如果觉得像目前人 金锤万的规划 可以做到 不影响到战备 战训 我的兵力 结构 都能满足 随时发生灾情 都可以做得到 那都没问题 你了解吗 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你只要告诉我 没有问题 张委员 我们全部在金锤岸 都考虑到了 你需要回答我 报告委员 如果有问题 我们一定会去 你需要回答我 是不是都考虑到 没有问题 都做得到 我们尽可能的 全面的 把所有的任务 跟资源 做一个分配 最佳的分配 但是 问题困难啊 很在我们面前 我们会尽全力的 问题困难 你就要跟委员 我们来讨论 本席是来协助你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 给本席当成一个 重要的机密 一直说没定案 突然间说 都定案了 然后我现在为你说 你有没有考虑到 如果考虑到了 你就不要打细节 告诉我 我就放心了 如果没有 我们回去 再来讨论 再来研究 我们会再像 我在这里 为什么特别提出来 部长 你们不要害部长 你们做幕僚的 一定要很仔细的 因为部长的时间 太忙 去年跟今年 过去这两年 美国对我们军售 有63亿美金 65亿美金 未来这五年 是我们付款的高峰期 这是一个很吃重的 我们付款的高峰期 未来可能还会有 军售案 是 所以 光过去这两年的军售案 我们的付款高峰期 马上就到了 在这个时候 又要推动金锤案 又要做兵力结构调整 未来的兵力结构 能不能有充分的能力 跟素质 接收的一些军备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未来我们马上 又要推动 全募兵制 又要高额的人事费用 这三个情况 同时发生 同时发生 在这个情况之下 资源也好 预算的分配跟应用 太重要了 那如果说 遇到资源分配的困难 或者预算争取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需要排出 优先顺序 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一定要这么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本席就要请教了 部长 我相信您应该都权衡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一方面 我对 sie 我对 预算的 我 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